业务精湛 挤压群雄 带兵严厉 一丝不苟 他是官兵们眼中的铁连长 对自己吝啬 对战友慷慨 他是名副其实的暖男 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眼东折腾出的高标准 我叫尹东 1987年出生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期 现任火箭军 抹布发射一营一脸连长 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大学期间 作为国防生 我发起组建了 带领在校国防生 一起搞体能训练 刚到部队时 面对完全陌生的专业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一个人 钻进学习室 一点点琢磨 训练时 一遍遍向班长们请教 很多班长 都被我问怕了 问烦了 当连长以后 无论是专业训练 体能训练 驾驶训练 甚至是连队集合点名 我都开启了新的模式 这让连队很多同志 一开始非常不适应 面对种种质疑 我不曾放弃过 因为我知道 在其位 谋其事 提高战斗力 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入雾以来 我走过东北的 临海雪原 喝过地湾里的雨水 征战过高原的戈壁沙漠 体验过早穿米奥 五穿沙的生活 开船 开船 我曾经五次执行 实弹发射任务 每一次 看着导弹 点火起飞 刺破苍穹 我的内心都无比 自豪和骄傲 宁为百夫掌 胜作一书生 青春不止眼前的潇洒 含有家国和边关 我是影东 对于导弹发射连的官兵来说 很多时候 他们都需要在 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 到人际罕至的地方 组织训练和执行任务 导弹发射车 趴窝 寡蹭 甚至司机行驶时绕路 都是官兵们 需要面对的难题 可自从影东 担任连长以来 这些看似寻常的意外 在他的连队 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那么 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们戴完防毒面具之后 一定要进行 这些亲密性检查 这个一呼一吸 检查一下 是否有外界的气体 他能够进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谁你感觉自己不舒服了 立马打报告 就从这个门口出来 都听明白了吧 订阅 隐东任连长以来 一直有一个工作习惯 凡是有新兵到野外 执行任务前 他都会嘱咐大家 做好防护 然后让他们进入 燃着发烟灌的帐篷 谁感觉不舒服了 可以第一时间出来 咱们这个第一个打报告出来的 这里边待了26秒72 是谁啊 打报告 我 你这里边这个单下膜呢 刚才让你解查 你没解查吗 不好 检查了 你知道 就你这一下 没有这个东西 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在战场上 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你怎么去完成任务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要想在战场上生存 首先第一步 那就是 首先自己要活下来 然后我们才能去操作导弹 把训练场当成战场 这是隐东入伍之初 就给自己立下的标准 隐东从小就向往部队生活 2006年高中毕业后 他考入西北工业大学 成为了一名国防生 打三那年 所在学校的国防生 和一所军校的学员 一起参加和训 搞内务时 同学的一句玩笑话 让他觉得颜面扫地 我已经大三了 然后呢 一个大二的 他是大二 然后相当于学弟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你看你爹这个被子像个坦克 自从上学以来 隐东一直成绩优异 从来都是同龄人的标杆 如今一项简单的内务 却被一个学弟比了下来 一开始 他心里实在不服气 于是 他倡导组建了西工大国防生剪刀班 带领国防生搞体能 那时候同学们都劝隐东 说这事儿肯定成不了 就不要瞎折腾了 但是隐东并没有就此打住 而是跑去每一个寝室做动员 尖刀班每天坚持 一百个俯卧撑 一百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深蹲 和五公里长跑 每一项训练 隐东都是第一个带头示范 第一个完成 一年的时间里 尖刀班从最初的八人 慢慢发展到33人 这也让隐东在军旅之初 信心大增 2010年大学毕业时 他主动申请到火箭军 以显速战部队 尖刀班 隐东在大学学的是 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专业 对导弹知识 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导基层部队没多久 单位组织专业讲课 隐东因为回答不上问题 而占了整整一堂课 第一次是操训练中 他的口令复述出现了错误 被第一时间叫停 连长在所有人面前 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接二连三的打击 令隐东有些失落 我就唱这个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 战时就该上战场 似乎就该山中走 似龙就该脑海洋 就一个人边唱 眼睛里边流泪 虽然失落彷徨 但是隐东更加明白 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 当务知己 就是要学好专业 于是他开启了恶补模式 晚上钻进学习室 把和装备相关的电路图 全部展开 对照归程 跑电路 钻原理 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 元器件的功能 通宵达旦找资料 查数据 反复推演论证 大冬天 别人都睡觉了 他都加班到一两家两三间中 都在那天气多了 你想想 外边的窗户上 都截着冰零 是吧 他自己都能学 在那个地方学 一个人走到空荡的楼道里边 然后每走一步 你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然后回到四楼最里边的屋子 你推开自己的门 然后你发现这个月光 然后洒到自己这个屋子里 然后你整洁的铺面上 还放到自己的被子 其实那时候还是有些这种凄凉 感觉就学作业还是很苦 每天早上 尹东第一个早早的到车厂 对照书本对装备 进行淘丁解牛式的研究 三个月的时间下来 几百个继电器 上千个电子元件的测试原理图 他都了然于胸 一年中 他细致钻研了和专业相关的 一百多本随装资料 全影组织专业学习时 他常常是那个唯一能给出 正确答案的人 背归程 那么我要把它背得完美 背到极致 那就是说 我把这个归程上的这个标点符号 我都要记下来 就像有的地方 它就是三个跌 有个地方它就是四个跌的 六个跌的省略号 然后或者有地方它就聚好 它这个从上往下写也行 真正让他找回自信的 是连队第一次组织的更换备份板训练 当时一名老班长随手 将两块外观一模一样的备份板进行替换 引东看到后 立即向班长和连队说明情况 指出电压不同 装备通电后可能会直接烧毁 这两块板从外观看 它是一模一样的 它这上面一共有九处需要进行设置 那么其中它有八处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引东的这个发现最终避免了装备的损失和事故的发生 2012年 引东作为控制号手第一次完成了高原实弹发射任务 5 4 3 2 1 注意 注意 它也因此融立了三等功 我叫引东 1987年出生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期 现任火箭军 抹布发射翼营一脸连长 入屋以来 我走过东北的灵海雪原 喝过地方里的雨水 征战过高原的戈壁沙漠 体验过早穿棉袄五穿沙的生活 我曾经五次执行实弹发射任务 每一次看着导弹点火起飞 刺破苍穹 我的内心都无比自豪和骄傲 令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青春不止眼前的潇洒 含有家国和边关 我是引东 军旅人声正在播出 引东折腾出的高标准 2014年引东被任命为 导弹一连连长 为了能够在接到任务之后 最快到达现场 他带领一连的官兵 对作战区内的道路 逐条进行了勘查 并且制作了 作战区内地域速查表 只要在电脑上输入起点和终点 行车路线 里程 交通要道 备用道路等情况就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 他还给连队立了不少新规定 这次集合我们用时49秒72 比上次集合有进步 引东第一次吹紧急哨时 一名战士因为写数晚到了十多秒 他提出法权搬跑五公里 他的做法让连队的很多人不理解 晚上点名的 他就是洗售前 这个时间来点名 那么慢慢慢慢 他就形成一种示威定式了 那么这种示威定式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集合起来 他晚了几秒钟 可能没什么影响 我说我们所认为的这种没有影响 是我们的假设 而不是敌人的假设 你这个开车的时候总不看指挥 那白天可以 晚上你不看指挥能行吗 把这扣上 他这扣子你扣住之后 然后这个才能让指挥员跟司机两个人相互进行配合一下 包括这个车 我直接就把它蒙上了 集合的新规定钢桥顶 考虑到大多数司机习惯按照经验 凭感觉驾驶 因此尹东提出要求 训练时不要观看后视镜 还要和指挥员配合 没必要 你扣上镜子干啥 我们司机嘛 你看街坊那些大车 这司机哪有几个扣镜子的 不对通过反光镜看吗 我们真是场平 那个地形啊 那个环境很复杂 而且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利用夜暗这种条件下 我们这种夜战 那么你再进去的时候 它很难 那么这个时候 必然会影响 我们整个的 这个作战的一个流程 更让官兵们瞠目结舌的是 战术低资匍匐训练中 尹东找来洒水车和发炎灌 模拟战场环境 进行实地训练 整个眼上 这一般里面 甚至都吃撒进去了 但是心里很不舒服 你以为我们特典兵呢 有的骨盖就提出了说 不行我们把这个土地 松一松 软一软 这样的话 大家爬起来更方便一些 他就 这个特别严厉的批评 那个班长 他说是 实施化的条件下 虽然在野外打仗 这就是野外的环境 不行呢 他还是 也是这个 带头 先把那个爬了一遍 虽然连队官兵 不能接受的是 尹东竟然提出 让全联在生活工作训练中 应用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图形思维方式 运用图文 把各级主题的关系 用层级图表现出来 把主题关键词 与图像颜色等 建立记忆链接 他在这个课堂讲 但是我就可以听天书一样 我说连长 我这个做不了 我对这个专业 对这个思维导图 认识也不够 我说这个 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其实自己还是压力很大 但是这种时候啊 往往也是就是说 最需要去坚持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讲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得要去反思 我们工作当中 哪些东西是该坚持 哪些东西是该去摒弃的 我们一套这个水装的资料 有138本 这么厚一落这个思维导图 基本就涵盖了我们 138本这个水装资料 里边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阴东就是思维导图的受益者 他相信这个方法能帮助新号手 用最短的时间记住操作规程 帮助有经验的号手 拓展知识点 因此针对不少人提出的学部会 他就利用休息时间逐个教 当时确实实感觉特折腾 没有必要这么搞 都很烦 一来二去你折腾啥 折腾的不就是我们 隐东提出的不少要求 让不少战友对他牺牲不满 觉得他制定的标准太高 有些不尽人情 然而有一件事改变了大家 对他的看法 一天隐东召集全联开会 并且告知大家 战士黄心灵的母亲病危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还差五万元的手术费 对大家这么说的 战友亲生兄弟 他有困难也等于我有困难 也等于大家有困难 咱现在最主要是重要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手头上 有多少现钱的 有现金的 有多少 你们赶紧就拿出来多少 咱们就是说 现在先把这个困难度过去 隐东率先拿出了两万元 先给黄心灵应急 其实我也就是 就是也是负贷累累 因为就是我当时我哥生病的时候 然后我月的部分钱一直没还完 然后呢 这样的话我本身准备还债 他是对自己特别抠 他有的这个秋衣秋裤 就是这个部队发的这种 知识秋衣秋裤 他每次呢都穿到是袖口了 磨了边 甚至磨破了都 阎东的家庭情况 不少连队的官兵有所耳闻 因此他的做法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大家纷纷慷慨解囊 短短半个小时 黄心灵就收到了六万多元 当时我是很感动的 严谨导门 他们给我付出这么多东西 我要给他们回报 其实最大的回报就是什么呢 最大的回报就是 把工作上的东西做得更好 2014年底实弹演习中 黄心灵成为所在单位 事关发射导弹的第一人 随着和尹东的深入接触 战士们发现 连长之前立的新规定 确确实实让连队提高了战斗力 原来培养号手是 可以说就是说 基本上半年或者一年左右 现在我们连得三个月 基本上把这个 从新冰下连到培养号手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现在这种日新月异 这种发展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折腾 我们折腾是折腾的标准 折腾是战斗力 而不是瞎折腾 尽管未来的军旅之路上 尹东还将面对更多的挑战 但他始终相信 只要自己和战友们 一切向高标准看齐 就一定能在一次次淬炼中 提升自我的能力 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只有凡是高标准言要求 才有可能助就属于自己的辉煌 每当听到有人说基层最苦最累的时候 尹东总是会说一句话 苦和累不是降低工作标准的理由 提高战斗力才是唯一的目标 在他看来 做事不能闷着脑袋满干 没有计划的冲锋 付出再多的苦和累 也是徒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nın